宁可无言,也别话多,做人,不是多说话,而是要会说话,不懂时,不说,懂时,少说,与小人争辩,变不出道理,与家人争辩,伤的是和气,与朋友争辩,伤的是感情,手嘴是福,不多吵,不多说,不多问,嘴上不多说,心里明白就行,为人处事,不会说的,就不要说,不该说的,就不必说,直话,转弯说, 反话,正着说,不要不懂装懂,夸夸其谈,少说几句,没有人会把你当哑巴,话多了,容易得罪人,也会给自己带来祸害,守好一张嘴,把好事非关,生活才会心安,自古,数大招锋,言多必失,或从口出的道理要牢记,有些话,只适合藏着,不适合说,有些事,只适合看破,不可以说,看清一个人, 没必要拆穿,讨厌一个人,没必要翻脸,看透一件事,没必要说破,心里明白,嘴上不要说出来,这样才不会伤到自己,招惹别人 人生路上,要学会沉默, 让岁月走过清简流年,岁月坚好,说话,让着别人,不去争,不去吵,与人和善,凡事看透不说透,凡事看破不说破,与人留余地,与自己留后路,有些人,只是点头之交,没必要掏心掏肺,有些人,只是表面和善,没必要全抛一颗真心,学着糊涂一点,学会愚笨一点,这样才安静,才从容, 沉默是最好的自救,尤其是在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,一定要学会闭嘴,人在极度愤怒的时候,最容易出口伤人,也许是有口无心,图个痛快,但是生气的话往往失去了理智,伤人伤计,等你冷静下来的时候,后悔也无用,话从口出就会覆水难收, 极度生气的时候,最好能够自己冷静片刻,忍住冲动地表达,给自己留点余地,才不给自己惹或伤身,免得犯下大错,受到打击的时候,人最容易陷入悲哀痛苦的负面情绪中,看不到希望,看不到未来,人很容易悲观,绝望,很多时候会想不通, 说出傻话,一个人在颓废消极的时候,不要去胡乱说话,免得被人笑话你的懦弱,走出去呼吸呼吸空气散散心,接近大自然,在广阔的天地之间,体会人生的坚强,人在大悲的时候,容易悲观,在大喜的时候,容易兴奋过度,这个时候,人往往容易失态,一开心,口无遮拦地说出了很多掏心窝的实话, 给极度恨你的人留下,暗算你的隐患,要记住,自己的成绩虽然可喜,但是人外有人,天外有天,不要太过高调,说话,是每个正常人最简单的能力,往往我们说一句话,毫不费力,却因为多说一句话,而招惹是非,做人,不能太过自我,要考虑到所处的说话环境,顾及他人的感受,有所把握,然后才能好好说话,好好生活, 感谢观看